詞 conferber Jason 首 rendy 我在未出 chrome 時可,時也有兩款ر prosecution 版廝沒有這個讓 screen 之類九軟件,第1款比較多 視乎 354 主要研究 是354的主因 一來其實它應該兩個星期後就出業績 當然股價也很高 當然也是 但是看我的主因 因為其實這份業績不會太差的地方 大家也知道它是很重的華為概念 大家也知道 而華為過去這半年的變化 就是它自己有自己生產的鴻蒙系統 鴻蒙2.0也有了 你記得其實用戶量其實是挺誇張的 現在看回我們的數字其實都超過5000萬 而因為中業績其實是幫華為 在這個紅毛系統裏做一些開發 幫它做一些系統 所以之前有些行業分析過 就是當這個紅毛系統 每賺多少錢 其實中業績就會分到多少錢 變成這樣計算數的話 其實過去這半年的業績應該不會太差 只不過股價可能已經反映了 所以要看它之後的前瞻或者預期 但是如果以業務面上來說 我想接下來的增長其實還是能夠維持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這隻股份 或者是在選股份來說 未出業績裡面來計算 我自己比較看好這隻股份多些 因為如果你看股價 雖然已經算高位 但如果論股值 你現在這一位當然不是特別便宜 但是如果剛才提到 就是多了華為的概念 和紅毛系統下去 而來不斷有一個比較強的增長 推動得到的話 其實股值就會變得比較吸引 所以我想 從一個中長線角度來說 其實我自己是不錯的 但當然我想策略上說的也是一樣 始終股價不斷在頂位上 所以要買的話 我想可以採取一個 一來分注去吸納 二來如果你說比較好一點 可以等它回到10天線以下 才開始補助會好一點 加速飾 多了 即可 也想按照 誠